看天吃饭的农民生活已经很辛苦 但是没有顺着近年有照片集团 是专门设定老农夫来返案 这是嘉义官的一名创生老农民 今年年车已经比照片集团骗早95万 成功协议人已经落榜 不过去另外还有一个照片集团 看这名老农民 很高业2000年纪又大 又开始来对他照片 好感觉在境风景时进化 让这名老农民免他再度失去他的资产 赛下粉红陷阱的照片集团 先有卡定位的路纱 接下关怀开港 又在一部提升为南路纪爱 甚至含老农夫 公告要计划 在市场被害人 一部一部打入犯罪 自己还不知道 在后面临北部的名闻 竟方表示老农夫先后被照片 95万块 但是创世老农就被骗子后 因为没有提高对着 照片集团的改心 照片集团生怨 更在意拍拍化妆品爱的背景为由 要再照片老农夫20万块 当时和老农夫又在隔天赤斋来告知 因为这是诈骗集团所要求的 所以他这次闯大祸 需要20万赔偿人家的化妆品 用种理由 对 种种理由 因为这种理由在这个老农夫的身上 没有存互过 所以老农夫容易相信 因为上次错片的理由 都没有存互过 所以说他们推诊私钦 所以说老农很容易受到伤当 竟方接触三部纸案 上农夫割替站 白货三点二斤 一直到6点45分 才发现这名老农夫 赚到20万块钱 要交给老农夫赚手 竟方水质准整两人 当时在老农夫险议人的卡网里面 创世现金20万块 与两个手机的顶顶的进门 障碍依然依然依然加基地减速进班 水星新闻准备行泰保持蔡红博都